每次你听到这个声音 它是时候转到桌子 不要转到它 那就是只是练习 现在我们开始跟我们的故事 嗨大家好我是Soyla 大家好我是Jerry 欢迎来到这周的WebDVlog 欢迎来到Jerry跟Soyla的频道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录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生病了 今天终于准备要来录 是因为今天晚上欣欣要给我们做饭 我从来没有吃过她做饭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记录一下 然后今天呢我的旁边没有Jerry Soyla也不在我身边 居然是七七 我和张大哥来超市买菜 就好不容易想到这一个办法 把Jerry支开 因为我想给她买生日礼物 她其实是上礼拜就过了生日 但是我在生病就没有给她买 我今天准备我来给她买生日礼物 然后七七来给Irene买生日礼物 明天Irene就过生日啦 我已经给她准备好生日礼物了 然后等一下会给Jerry买生日礼物 给Irene买她的礼物包装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露接啦 七七决定给Irene买这个 All-Rap的洗头的 是我给她推荐的 Irene你听到了吗 因为这个牌子是我用了两三年了 我就一直都在用他们家 各种系列的洗发水和护发素 还有这个油我最爱的 觉得很好用满 然后正好七七没有想法要送她什么 我们走到这里很快的就决定要送她这个啦 希望Irene喜欢 这个包装 有多吗 对 我们看看她能够多拿 这个是笔子吗 这个是笔子 对 这三个笔子 这个是笔子 我没办法 那是笔子 它太帅了 还把我们的名字写反了 我叫Anne 现在I can't force 衣服 他们家的衣服其实看起来 我觉得很多都很好看 可是就不太适合我穿 我很想买一件好看的毛衣 可是给你们看一下 我身上现在就这样 它挂在那我觉得挺好看的 可是穿在我身上又很奇怪 可能因为我太瘦了吧 就他们衣服都很多是one size的 然后我穿起来就 嗯 丑 我好普通 它很好看 为什么我穿起来像春秋衣啊 这个颜色好乖哦 而且它是那种毛绒绒的 好可爱 七七也拿到这件 我觉得我穿着好普通啊 怎么像一个男人 Strong Man 看我真的有肌肉的 看到了吗 来给他选一张贺卡 我觉得这个好乖 我本来想看有没有毛的 这个是七七给他们的 祝他今年排运好 要有没有麻将版的呀 我准备给他拿个这个 比较符合我给他这次的礼物风格 包装置的话也要这一个火炼鸟的 我们现在在七七家里 麻油友居然在这 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麻油友的新家 啊不是的 它只是寄养在这里 你看麻油友长好看了 和好看的人在一起 就会长好看的 我给他做的围巾可不可爱 就是用发带改的 就是你不想要那个发带 就给人家 我觉得他带好看一点 所以我给他了 一点都好看 哎呦 你不要怕这话 他带这个显得脸更圆 他真的比以前好看的 是吗 他发出猪叫 喵喵喵 看麻油友穿衣服 比较难穿他要挣扎 变成老大了 现在是因为你 他好像很不喜欢的样子 他很不喜欢 他穿上去不会走路了 这被衣服很搭 所以他都穿着都没有脚了 仙女们开始做饭了 好可怕哦 阿梅达要做饭 都不敢吃 阿梅达的小厨房 要爱大反阿梅达 哈lla 哈 哈 我觉得100重 为什么你的看起来就那么娄啊 琪琪终于要开始主拍的水煮鱼了 她现在要开始放鱼了 它会逃跑 没有没有 没有爆炸 这群人好无聊啊 就是这一群 现在吃饭了 大家都开始拍了 看这一位小王同学 拍的最奇迹 站在顿子上拍 那我也来一个 跟风 这些都是他们做的饭 好爽呀 不要做饭的生活太爽了 这一个是小黄做的 Amanda做的 这个是七七做的鱼 蔬菜也是小黄炒的吧 七七说她要做饭 结果就做了一个这个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吗 我要吐了 我吃不下饭的东西 快吃啊吃啊 糖素排骨好好吃啊 真的吗 我比这星期七天甜甜吃这个 哈哈哈哈 因为我只是不会做这样的 我觉得好好吃啊 我要改变对Amanda的印象了嘛 就是你考虑的 真的好好吃哦 比我做的好吃 你打篮球 你真的觉得好吃 你觉得 看着呢 但我做的排骨其实也好吃 你说这样吗 嗯 好吃吗 好吃 我们回家啦 我现在准备给Amanda写个贺卡 每次写贺卡我们是很抗拒的 因为我自开丑了 有没有很度假的感觉 可以不要想了吗 就想了我好尴尬呀 我今年给他送这些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游泳衣 还有一个是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写我名字的那个草帽嘛 就我也弄了一个给他送他这些礼物啊 就是想说他少带一点游戏 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外面是多美好 给你们看我今天去给他买的礼物 其实我本来是想给你买皮带的 为什么呢 你不是皮带放在皮带的带回来呢 但是我就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男生像他这种用什么牌子的皮带比较好看 对 但我也不经常穿那种裤子 我基本上都是松紧的那种裤子 然后很少有那种 运动 不太喜欢穿 那个牛奶河或者是什么 在网上看了很多 然后我就其实也有看到比较好看的吧 我就怕他妈又不喜欢 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大logo的 比如说你在网上看的是什么样子 我看的那个BOTEGA 那个叫什么 BV嘛 我觉得那个就比较低调 然后就不是那种大logo的比较时尚版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 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好搭 我也不知道 我不记得两个穿 反正我以前的皮带就是黑色的 然后就是那种大logo的我记得 然后像那种没有很明显的logo 我就觉得是老名人用的 而且我就怕他说我浪费那个钱 因为他是很痴迷改车的 我就觉得他肯定会说你还不如把这个钱给我改车 是不是嘛 对我就想到这个 他一直想要一个降噪的耳机 就给他买了一个这个 为什么是入耳式的 那应该买什么的 为什么不是头戴式的 头戴我觉得很难看啊 而且你也不方便携带 上学的时候你就随便塞包里就好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他应该可以用比较久一点 只要不要掉的话可能用一辈子 谢谢您 我给他把我耳机把我半个月才开心 什么叫把我耳机 新耳机 磨得是比较硬的 来一个简短的unboxing 把这个打开 然后你就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真的吗 好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跟你吵架的时候 我就戴上这个就可以了 听一下是有降噪的功能 你这样怎么听吗 你又没有放嗝 你说声音 我再说啊 真的有降噪的功能 终于写完了贺卡 然后给你们看 我发现就很碰巧的 这上面刚好是六只这个flamingo 然后我就在下面写了我们几个好朋友的名字 在这里许个愿 希望我们三姐妹以后放假的时候 可以这样一起去海边开心的度假 现在想把这个贺卡装进游泳衣的盒子里 然后我就要开始给他包礼物 我在YouTube上面搜了一个 Japanese gift wrapping的教程 我想包的比较fancy一点 虽然我可能会失败 Anyways我们先把贺卡放进来 然后一起开始包 这个贺卡放起来的话 这里 可以恶心它一下 用口水贴 这个胶甜甜的耶 里面有送一个这个 粘在这里 因为我要一边看胶成一面包 可能会比较慢 等一下包好给你们看 包好了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可是这个完全就是 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人家其实不是这样包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也挺青色的 视频里面呢 它有用丝袋 但是我没有丝袋 别人叠得很精致耶 不是像我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也算比较好看了吧 你吃不吃醋呀 我给阿里包那么好的礼物 然后给你的礼物就随便拿给你 有没有吃醋吗 没有 但是我感觉他就是有点不开心 没有 其实我给他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很有遗事感的那种 今年嘛 就他生日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应该是长大以来就比较重的一次病 可能有关注我微博的小伙伴就知道我病因吧 医生说的是我之前熬夜熬多了 所以上了上个礼拜的时候开始头痛头晕 然后这个症状持续了一个礼拜 走路都是晕的 所以Jerry生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身体条件去给他好好的准备 过了那个时间点 然后再去给他准备那些 就感觉有点奇怪 你们懂吧 就我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时间久了 然后就不care这种仪式感 然后这个礼物嘛 希望Irene喜欢这颗包装吧 如果你们想看那个教程的话 我会把这个教程的link放在info box里面 然后你们可以去学一下 我觉得就是那种日式的包礼物的方法嘛 就好多都好好看 可是就是对于我这种手残的人来说挺复杂的 希望我以后能学会 然后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包给你们 明天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特级的Vicky的Vlog 她早上的亲亲呢 还没有亲的 真的真的亲了 我们要开始吃早饭了 今天的早饭是红薯西饭红薯 你怎么切的那么大 然后这个是超市买的 其实还有个这个猪耳朵 刚才本来想直接吃的 我突然想起来觉得挺难吃的 因为它就不是那种四川口味的 有点偏甜的那种 我觉得很难吃 我想自己把它再重新拌一下 加一点点醋 一点熟油辣子 看起来都要好看一点了 而且它这个它切的超级差 有的都没有切开 弄的还是好甜的 好难吃啊 好吃啊我觉得 我不喜欢这么口味 出门了出门了 我们现在要来不及了 今天阿瑞过生日嘛 然后他说的吃饭时间是七点 结果我就在那 这个不能怪下令时的错 就是我自己没有在看时间 我就在那剪视频 剪到现在已经六点五十九了 我们才从家里出发 反正下午我三点过就化好妆了 我们本来是准备去 Yorkdale本来想去换一下他的耳机 因为他想要一个那种high set 他不想要那种入耳式的 像那个大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叫high set 而结果我就找receive 找了半天都找到气死我了 然后就放不了了 他好伤心的 我不相信 我看到你们找不到人心 我明明昨天还很小心 很小心就把它叠到包包里 结果就翻包包的时候 就包包里什么都没有 我这个人特别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我很丢三大四 然后我又很粗心 比如说你们看今天 我居然就搞忘在看时间 因为我们后来就决定就不出门了 只是七点的时候吃个饭 然后接着就开始睡觉 然后我就在旁边无聊啊 看手机也无聊啊 然后我就开始剪视频 反正一开始剪视频 我就会忘记时间那种感觉 希望Irene理解一下 我们现在会飞过去了 到了 今天Irene过生日吃味道火锅 我觉得味道在多伦多 我觉得算第二好吃吧 第一好吃是老九门 然后这家也超级好吃 还没有进来就闻到很香 啊怎么没有了 嗨 我居然是第一名吗 跟你们说味道火锅的这个牛油呢 都是自己熬的 这个火锅底料 我点了一个魔鬼辣 然后我刚才尝了一下Irene的中辣 我都觉得好辣 所以我就把辣椒咬出来了一丢丢 希望它不要太辣吧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我想把这个起来进去 啊 我觉得我的又不辣 罗莱拉你吃完没吗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那一碗都没吃完 那真的独头 你看 录一下罗莱拉吃饭 罗莱拉是个非常单纯的人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回国了 她也知道那个人 然后 她问我她回国干什么 因为现在是上学的时候 我骗她说那个好朋友回国打胎了 她真的信了 她真的是个很单纯的人 但是呢 她和琪琪一起骗我说 在我生日 琪琪给我买了个包 她骗琪琪去买了 我还真的信了 我好感动了 我们要拍照 看女生们在干嘛 结果她们那边都开始玩了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最美的寿星 超好看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什么东西 老年版春之歌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勤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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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勤一个 勤一个 勤一个 今天专门买了好吃的蛋糕 所以不好看 这个是抹茶的吗 这个是抹茶的 我不要抹茶 看我的黑芝麻味 我没有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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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 好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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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手机了 终于发手机了 每个下午快两点了 都还不起床 三点钟还要上课那样 你还要上课 大功了的吗 但是我们那个课没有吧 我今天早上 不对 现在下午 今天准备煎一个鸡蛋吐司 带三个圆子 看大长尾煎的那种 就感觉好像还挺好吃的样子 准备试一试 不过它好像用的是清油来煎 我打算用黄油 因为我感觉清油煎出来 应该没有那么香 今天是礼拜一 但是Jerry要学上课 我不上课 因为我们需要罢工了 我的课全都不停了 不知道应该叫姓名还是什么 也许在家里无所事事 所以我在考虑 要不要录一个什么what I eat 你就可以更仔细的看 我是怎么做饭吃 因为我不想对那种特别focus 做饭的那种视频 觉得那种就好像你要做得很好 才能做吧 但是我没有心情做得很好嘛 所以就想说 如果这段时间那么闲的话 我就一个what I eat 我挖了我一丢丢黄油 我边做饭边在看墨小宝的视频 小宝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在贺南 然后我就开始看 我就好羡慕他和他男朋友 然后放下去 那怎么都没有滋滋的十秒 好少啊我直接用刀吧 哇我好像做毁了 人家做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还是专心做吧不录了 结果我肯定失败了 第一次做鸡蛋吐司 面上的这种就是比较正常的样子的 然后他这个下面这一个就是我第一个做失败的 就鸡蛋放太多了 其实后来我就发现 每次用勺子那个舀一点点鸡蛋液 然后涂上去夹出来 他就是这种好正常的样子 好吃 你吃的还没吃 我们家点草莓酱 我不吃草莓酱 什么果酱我都不太喜欢吃 我就喜欢豆瓣酱 好我比赛了 赛已经晚上了 我们要开始做饭了 来你的手拿来我给你做 今天我做了一个土豆烧排骨 蚂蚁上树 这个是原子汤 今天做的这个蚂蚁上树 好好吃 超级下饭的 明天阿瑞要来我们家吃饭 你说明天要不要给他做这个 但是这样太这个菜又太简单了 体现不出我的水准 对我都会做太简单了 真的 他又开始看Viki了 这个视频我刚才起床睁开眼就已经看了 看到后面好想哭啊 我想吃豆花 为什么我就要吃这个呀 虽然这个在成都 有时候我也会吃 我妈会给我做 可是我很想吃辣的那种 辣的汤没想得了 你看着不想吃吗 你看着你还吃的虾这个吗 因为等一下Ryn要来我们家吃饭 所以我们在西门口的超市买一点菜 我病好了 他又开始说他晕了 叫你天天都晚睡 叫你天天不早睡 本来就是你天天都在那晚睡 我妈教我们要早点睡觉 结果他又不停的嘛 我听了 天天都穿这个衣服 我烦不烦 你看他又穿为这个了 大家取关 你能不能不要就喜欢穿这件衣服 就一直穿啊 我喜欢的 就是大家看到你会觉得你很臭的吧 打开了可以放多久 开瓶之后可以用一年 我说是粉底的话 阿瑞来我们家了 刚才她进来的时候 我也是快递 我没有带眼镜 我都看不清楚 我也是快递 所以我就没有拿着相机去录 结果是她 给我们带了烧麦台提招的方便火锅那么大 她本来是说我们一起吃方便火锅 然后一起剪视频的 结果现在已经快到饭点了吧 就是阿瑞第一次来我们家给我带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稀奇 然后带了很多面膜 我也不认识 因为我很久没有怎么用过韩国面膜 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baby的面膜 哇有什么要说的 带个Aronasro的呀 因为我太懒了 我突然说三个多月了 一个都没用过 我觉得它浪费了 我觉得我以后也不会用 还不给你用 你注意一下你是油皮 我是干皮 但是这个面膜我用了 我怎么 你用呗 给你用我不心疼 给别人用我心疼 你用过亚瑟男的那个钢铁匣的吗 没有 我给你只好用 她现在还精心的化个妆 她明明就是来之前跟我说她没有再化妆的 好看吗 我用的是那个 我一看到就想说她这个眼影啊 怎么 就是你上面晕染的 你们看没有晕开的那种感觉 我们本来说是要一起剪视频 结果一直没有开始剪 就开始吃方便火锅了 她的这个是她自己带来的海底捞 我的这个是叫熟火火 它是一个丸子为主的方便火锅 我觉得它丸子真的超好吃 可是其他的菜真的巨鲜 如果你们想买这个的话 我会把链接放在info box 她这个就是在大宏华买的 好吃吗 我尝一口 好冷好冷 现在已经快12点了 刚才剪完Irene的视频 像上次我和其他去剪视频 都是在外面的咖啡店很优雅的 我跟她说了几个键 然后其他就为自己开始剪了 可是呢Irene觉得很闷 她视频都是我给她剪的 超级辛苦 我们还吃了一下方便火锅饭 接着很有食的 她超级饿 她已经饿得非常不开心了 她还在勉强 她还在勉强的微笑 最可怜的就是她了 其次就是我 最享受的就是她 不过太好了 今天我没有给她做饭 就不要脸了 还想来我们家吃饭 做饭 结果罗诺到现在只有她请我们吃饭 我们点的牛肉章鱼锅 我好久没来吃这家餐厅了 就高中的时候经常来 和Jerry采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来 今天因为现在深夜 也没有其他吃的 只有吃这个 Irene对Jerry好好哦 她又给Jerry点个酱猪饺 因为她怕这一个不够 我怕Jerry和Loyla吃 Hello 我跟你们说Loyla食量非常大 别说了 我这个视频肯定超级长 20个人吃饭的时候最后肯定是我 我只是吃的很慢 中午好 今天吃的又比较晚 现在在一个 应该是一个日式还是韩式 鱼酒服 像现在是中午啊 因为这家餐厅是我朋友选的 她就说很好吃 今天我们和我的一个朋友吃饭 我那个朋友小学的时候一个班 然后初中的时候一个学校 以前在国内我们都不是好朋友 到加拿大之后 然后我们就莫名其没有变成好朋友 今天我们节奏还挺满的吧 吃完饭 然后她还要去上课 上到三四点半 然后我要去博物馆看一个月的一个什么 反正我们要写拖业抓钱 我现在在等我朋友来 她好慢 她明明叫我早一点来 结果我们到了 她还能到East 对 这家餐厅就是叫这个名字 朋友到了可是她不想露脸 就是她和她朋友从国内锅带过来的奶茶 这本来我上次淘宝买了想转运过来 结果那个不能转运 不能转运那个粉末的东西 你喝过了吗你已经 嗯嗯嗯嗯嗯 她说很好喝 可是奶粉堆出来的 这个好好吃哦 这是什么虾呀 看不够 哇这居然是茄子 哦算了看起来 就是海鲜 海鲜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到学校了 但是大家都在罢工 所以我们正在等着排队进学校 我现在在 和我朋友喝一点下午茶 不知道逛街买什么了 因为前几年才逛过 好无聊啊 为什么多人多 就只有逛街这件事可以做 真的太无聊了 学校罢工没有课上 排了一下队 大概十多分钟 学校都没有人很凄凉的感觉 而且还到处挂着 类似于这种红色的衣服 可能是吓人的吧 现在接着下课了 我们就是要一起去当场了 开始堵车了 已经 你们猜我今天用的什么眼影 好看吗 红棕色的 应该猜得到吧 就是想到那个268 就是前年还是去年秋季的限定 当时抢的是个头破血流呀 那么现在我觉得它应该是常态了 昨天我看Irene用了嘛 我就心痒痒 见人窝屎子痒那种 我觉得好好看 然后又拿出来用 还是那么好看 快看concert的地方 我自己没有办法 太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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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网红会来拍照 他们都在陪我一样去拍 好 你不是刚才不愿意给我拍吗 他就说早知道不带我来了 这样还要给你拍 我觉得在镜头面前才会对我那么好 今天我们很幸运就是来这里不用买门票 免费的门票 算一个名字然后就有了 然后他要看的这个music performance 就在这个像蒙古包的这个里面 里面有一股味道像牦牛的味道 蒙古的感觉 臭臭的 这里超级抑郁风情 我们现在听完了演奏会 他用的那个琴就是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要去吃串串 但是呢不是四川串串串 就是日本的 好好吃啊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应该就来家了 我要来试喝一下我的奶茶 激动激动拍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我买了几种口味 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就有一个是阿里山什么经典奶茶 然后这一个是经典墨香奶茶 我觉得我很好奇他们带个包装 然后里面装了什么 它里面是这样的 一个茶包 所以就应该可以充很多刺客 这个应该是个奶粉吧 这个是手工糖 现在还在烧水 我先把油烧起来 那我怎么办 我没有看说明 应该是先放茶包 然后让茶闷一下 然后再放奶粉的 那你就吃了这个群 没事就佛性一点 随缘吧 倒了什么就喝什么 我希望它不要太好喝 因为它太好喝的话 我之后不方便买呀 总不能每次都叫人家带来好吗 好吗 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哪家公司可以转运 这种粉末类的东西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开始吃饭 今天真的Irene上次 给我们拿来的烧卖 它就很好吃 像国内他们家楼下的 尝一下 你们去戴笼华买吧 但是好像不是经常都会有 好好吃啊 算了你们还是别去戴笼华买 因为我要吃 我要买 对大家都不要去买 这奶茶我刚才已经喝过了 巨香 我来喝一个这个茶 很好喝 我不知道你那个味好不好喝 反正我就好香 挺好喝的 很浓 浓厚 这个好好吃啊 我尝一下你这个味道 你这个就是原味奶茶 你这个比较普通一点 但我觉得还是很好喝 你觉得奶茶好喝 大家还是都买 两种都买吧 两种都好喝 我看到他好像还有送我其他味道 下次再试 反正我觉得这家奶茶店 多少钱帮我喝 几块钱吧 很便宜的 比如我们就外面在沙上好喝多了 对吧 嗯 爽 嗯 这么多天黑了 刚才本来在那剪视频 剪了一下我 哎呦 我就觉得有点困 就开始打算下去煮饭了 接着好像在下面再煮了 我生病了的时间 就一礼拜 他就学会煮饭了 然后我是想炖鸡汤 我现在已经炖到 不是炖到 我现在已经闻到鸡汤的味道了 我们下去看看吧 要我帮你吗 啊 你咱们玩 你就煮了个鸡汤 对 这个要有很有技巧 然后每片都差不多 你这个太长了吧 这菜板是他买的新的 所以他现在特别乐于切菜呀干嘛呀 菜不会做两样 但就喜欢买这些菜板呀锅呀 还想买刀 哦你想要那个很贵的刀对吧 我怎么没有想起来你生日送你那个 但是你又不做饭 那个刀太贵了 我都不舍得用吧 我天天会放在旁边 而且你本来也不要 我肯定会天天带上房间 然后砍我 今天煮了个鸡汤 尝一下味道还是可以的 表扬它 然后这个是一个扁豆番茄 然后这个是猪肝 今天是礼拜五 现在在加油站 等一下去学校 Jerry又要上课 他上完课之后 他要带我去Bloor的HR 开了一个Chanel的pop up 一些游戏机什么吧 加口红的那种机器 本来他以为是在Yorkdale那个HR 所以他才答应我带我去的 结果我跟他说是在Downtown那个 他就脾气蛮好的 他说说了要带你去就带你去 原来点赞 这个哥太丑了 今天晚上有偶像联系生 耶 现在就上课了 到学校了 你是半个月来第一次到学校 你有什么感受 没有人 好荒凉 原来教授还可以当成保安来用 他们都在门口守 你看这又挂了个红色的衣服 现在就把视频交给你 拜拜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有个vlog 就是录走到这里的场景吗 看这里都空掉了 student center都没有student 哈哈哈 好空 这样我录vlog我都不尴尬了 因为都没有人看我 但我现在身后都没有人 然后需要办公了 这些店还是会开着 我现在准备去系一下手上这个盒子 就是Irene的游泳衣 要系回去给她一个庆植 小的size 终于到啦 这里那么小子拍 哦这里也是 哦耶 还有一次了 结果夹到那个球里面 他就给了我一个这个sample 我也有一个 那个是可以无限里去夹的 只要你去排队 你就一人可以夹两次 但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OK那以上就是最终的weeklyvlog 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关注 就这样吧 拜拜我们下周见 拜拜